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中辰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老屋管理学里面 这个我的一个方法 这方法免费跟各位分享 这是我在管理工厂的时候 当然走动管理是很有必要 走动管理就是你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 而是你随时就到各地方去巡视 这个巡视上你不用通知它 因为你每天这样巡视之后 它变成一个规律 但是你不是按照这个统一路线 如果你按照统一路线 他们就知道你几点钟会经过这里 我不是康德 不是那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 康德非常准时 非常生活非常刻板 我不是那样子 我每每反正我每天走的路径 都有几十公里 在在就在自己的场区里面 但是我我从哪里出没 都是都是随机的 完全随机让人家冷冷不防的我就出现了 所以他们都害怕我 不知道 24小时工厂是三班做的 三班运作 我24小时都会都会出现 尤其是晚上突然出现 就抓到人家在睡觉 或者是翘班 我就开除 这种例子 只要开除几个之后 他们就怕了 就不会 以前很松散 那为什么以前很松散 而现在不行的呢 因为我 我在还没接工厂的时候 我去那边看的时候 我一看我就 我就随手 我就列出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漏洞 有疑问的东西 然后每一个我都有 都有那个 都有对策 然后我就 这是我的proposal 就建议书 我就给我的那个老板 那我的老板看完之后 仔细的看了很多遍 以前的人简直是鬼混 非常愤恨的鬼混 我说这个是不是鬼混 你可以按照那个逐条的 你去看是不是 他说他都看了 每一条他都看了 确实是这样 那为什么以前那个人是饭桶吗 他还是博士了 刘美博士了 那他们都假的吗 我说这个人 因为他那个环境 以前你没有要求这样的人才之后 这种人就是这个鼠中吴大将 料化作先锋嘛 山中吴老虎猴子成霸王 就是这么回事 现在我出现了 我当然要用这种方法 结果我说你不妨把这个给他看看 让他自己自难而退 结果那老板说给他看个屁 直接把他file掉 那个人干了几十年了 最后被file掉了 好了 这个部分 这个企业管理是个谷嘛 谷就是三个虫子 底下一个敏 这个五毒的在里面咬 我已经 我的老物管理学已经 已经开成不公讲了 因为我现在是退休人员 所以我敢 我敢把这个秘密公开 那如果我今天还在职场的话 这一公开之后 就是一个原子弹 砰一下子 大家以后都是见面的时候 都是心怀鬼胎 那也没必要 那我现在讲一些正向 有用的东西 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是管理职 你也可以参考免费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以前 这个成本非常低 我到文具行去买了 那个小型的这个 这个活页 活页 那个笔记本 非常小 可以放到口袋里面 然后这个 因为他是活页的嘛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写完之后 可以撕下来像药方一样 给别人 也可以做这个记录 然后因为他是活页的 所以你还可以重组 就是你可能灵感来了 你写了以后 最后你可以把它那个 有相关的撕下来 贴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来做脑力激盪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那中间我在那个封面上 我就自己写了几个 写了几个 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三条 第一个是发现问题 第二个是提出问题 第三个是解决问题 我刚刚讲走动式管理 也就是在你这个工厂里面 到处看着 发现到这边不对 那边不对 当这个工厂已经就位之后 也就是所有该受训的人 该那个 就是各就各位了 所有的干部都经过你考核之后 他才 因为你有限的人力里面 就是这些人 那训练完之后 可以用的人 你就留着用 不能用的人 你就直接把他解雇 而不能够留用 为什么 他不能从高位放到低位 他心里面不能平衡 他就要搞怪 搞怪的话 就会胡搞 就会瞎搞 那直接就 你就跟他讲 请你上路吧 因为你 你你你 这个身不逢时 你碰到我了 如果你碰到别人 你可以继续混 碰到我 没办法混 而且你的所有的经验 就是从前任那边得到的 都有顾僻 你没办法救了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投师 这个拜师学艺非常重要 这个启蒙老师 非常非常之重要 你如果启蒙老师 你没有启蒙的话 他也会说 以前那个人都怎么样 以前那个人都怎么样 就是以前那个人把你害了 害了你一辈子 那我刚才讲说 发现问题就是 我看到很多职场的位置上 我一看 我就发现到问题之后 我就会把那边的干部叫过来开个会 开个会来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说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他每天低头挑担不看路 他没有发现问题 因为他能力有限 他就在这个工厂开始的 所以干了干部 干了大概几年之后 当了干部 纯粹就是资格老 不是有那个能力强 那因此我就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就直接把问题提出来 实际上我有解答 那我就提出问题了 我就说好来 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问题 就因为你视为固然 所以你不打当作是一个异常 是当作是问题来看 问题叫Problem 不是Question Question是我问你什么 那个叫问题 而Problem是什么 Problem是一个trouble 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 需要大家来讨论的 叫Problem 那这个Question就是我问你答 你信什么 王八蛋 OK 就结了 就这么简单 那 那 这种 这个Answer跟Question 这是对问答 而那个Problem不是 Problem有时候 要凡文乳结的写一大堆的 那个PayPal 文字 要文字析数 图像技术 还有解决之道等等 那这种 我就提出来 看会跟干部提出来 那干部如果没有发现 你现在发现了吧 你视为固然的东西是错的 我已经教过你那个TWI了 你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 从解决问题里面就可以知道 他脑子里面 他的反应能力 IQEQ等等等 他一切的 读的书越多 见识越广的人 他越容易解决 他出类旁通 你一点就通 啊 我没发现 现在发现了 好 那你怎么解决 你就可以考验他了 那事实上呢 我一定有解决之道 我一看就知道解决 但是我不解决 我找当事的主管的人来 这就是管理阶层 我们不能势必 你不能直接跟那个 最基层的人来讲说 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做 那个没有用 你要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 然后问他 然后让他当众 无言造劲 你当面出丑 出丑之后 他就受窘之后 他就知所不足 他就知道说 以后要怎么样 要更加小心 要更加注意 更加怎样 那这就是从这里面来磨练嘛 那再来就是 他知道怎么处理之后 他会告诉他下面的下属 要怎么怎么做 这个情形就像说 这个总司令 不会直接跟小兵 要求什么东西 而是他会层层节制 所以层层节制 当然这个层级 越短越好 你不能最后 你下达到最后 完全变样了 所以同样 大家一起来 荣誉团结会 也是有必要的 连最基层的人 一起来参加 说不定最基层的人 他没有什么知识 也没学历的人 他可能提出来 很有建设性的一个答案 那你就要奖励他 而且可能还要提升他 等等等 这就是管理的手段 那最后就是解决问题 好解决问题之后 你就要 你就要用PDAC Plan Plan 计划 然后 Plan Do 不 Plan Action 你先计划 然后 这个 动作 Action 动作 实施 再来就是什么 就是check check 原来你这个想法 对不对 最后是 这个check完了之后 再来Do 再做 再做之后 这样循环 然后再来计划 这样循环 螺旋上升 这就是所谓管理 但是 这个很重要 就是 刚才讲了有三个 第一个是要 能够发现问题 如果你不能发现问题 就是视为固然 那你就是 没救了 因为你的敏锐性太低 这个真正的行家是见为之助 看他一点蛛丝马迹 他就会想到说 这个东西 不妙 他会怎么怎么样 衍生什么什么 所以要什么 防范于未然 就是要什么 发现问题 你连问题已经出现了 你都不知道 像这个 问题已经出现了 他要隐瞒 最后造成了 现在全球的大灾难 这个就是典型 新冠病毒 发现问题 再来就是 你要提出问题 你已经发现问题了 所以当时这个 第一个发现这个的人 他发表的论文 还被人家 被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还打压他 那共产党能不能 有没有必要存在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 必要存在 因为什么这个是 技术官僚的事情 不是什么党不党的问题 你现在什么 什么党委书记 有个鸟用 你要找这些技术官僚 来实际上针对这个 要做实验 不是说你去打压新闻 你去压这个 你搞宣传搞统战 你现在是应该要 人家既然提出来 你就要找一批专家去实验 实验 实验 practice practice test 就是这样子 你要的是实验室 而不是什么党 什么党委办公室 我每次看到这些 那些官僚的做组织架构 我就火大 你要科学方式就是什么 最大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实验 实验检验真理 共产党也这样讲 那个马克思讲的实验检验真理 就是实验 你既然有人提出来 我们大家就找另外一套 专家班子下去实验 真的有这个病毒呢 新的 新冠病毒 冠状病毒的一种新的形态 叫新冠病 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现在这个嘛 那原来叫武汉 武汉肺炎 现在因为武汉两个字 好像有辱这个中国 所以现在叫新冠病毒嘛 免得刺激到中国 也刺激到武汉 刺激到湖北 也没有必要 就是这个嘛 新冠病毒 但是他就有人发现 发现之后就要赶快解决问题 要掩盖要什么的话 那就不对了嘛 你可以看看 现在可以看看 新闻里面都是这样 都有这种事情 那个黑道到警察局去砸电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掩盖 掩盖事实 这怎么样 然后又录影带96秒的删除等等等 他一再掩盖 最后掩盖不了了 才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 那个法官又认为说 检察官又认为说 他要为了团体荣誉着想 所以又是不起诉 又是还起诉又是什么 那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嘛 解决问题知道就是 他发现了问题之后 他没去解决 他去掩盖嘛 他不敢提出来嘛 就是这样 所以刚刚讲的这三条铁律 在放租四海而皆准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当总的管理者 你必须要让你下面的人活络 活络成什么样子 我刚讲了 我们一人发一本 小小的活页的笔记本 规定他们要插到工装上面的口袋 我随时走到哪里之后 我就会把干部叫来 你把你的笔记本拿来 我一看上面都是什么 都是莫名其妙的电话号码 或上面鬼话符的话 我就警告他 下次再发现 你恐怕就要降级 因为我告诉你 给你这个小册子 是让你写你的新的发现 或者新的一些重要的东西 你在上面练字 在上面写情书 你在上面寄人家电话号码 这不是用这个本子来写的 你这个本子上如果是空白的 我也要警告你 因为你脑袋就是空白的 是一个麻将牌的白板 你必须上面写字 而且上面那些字 我看了以后发现到有价值 就表示你已经发现问题 然后你也提出问 你也准备提出问题 另外你还有解决之道 那我常常看到 因为我这样做之后 很多很多那个 连台干在内了 有个大学毕业人 在那边混了 一个月十几万薪水 在那边讲说五种 五种很高明 五种什么睿智 然后他讲说 你看五种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我说你 你问题发现不少 因为你是问题人物嘛 你动不动就发现问题 但是我讲 我告诉你说 你发现问题之后 你至少要有 每一个案子 你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解决方案 你再提 如果你不提 你就是在搞什么 你在搞破坏 你在搞混乱 你在搞谣言 为什么 你既然有问 你发现了问题 你不会解决吗 你要提出来 你要 你以为提出来 我就会很高兴吗 难道我没看到吗 当然除了打小报告之外 检举某一个人 隐私舞弊 某一个人怎么怎么样 这些小道消息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个是用耳语传播 但是现在我们是指的是公开的管理 管理上面 比如说有人赐回扣 有人贪污 有人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是 都不是公开来审理的 而是私下去去调查 但是再次问题没有错 但是要怎么样去防避 因为既然已经发现漏洞了 他已经吃了空缺了 吃了空缺原因是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看我以前在那个大陆 管理大陆里面 我有讲 我有讲说以前我公司里面 有一个大陆的干部 吃空缺的事情 这些东西就是 怎么发现的 当然是有人告诉我 我不可能去查账 因为账不是我在查的 我只是管理整个工厂 但有人告诉我有这么回事之后 我一查果然有 果然有 那怎么去防漏呢 那你就是要有制度 当然了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非常之落后 管理非常之落后 蛮横等等等了 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还是怀疑中国大陆 虽然他们什么一带一路 又是这个又是什么 又脱贫又是什么东西 我说句实在话 我根据我的经验里面 我都不相信 我说句实在话 我虽然在大陆工作相当时间 有相当的跟这个 中国大陆的各级的官员 各级单位有深入接触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处理方式 还在1949年 那个农民阶段 还没进化到那个 当然很多人有进化 像比如说马云那些高知识分子 或者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是知道的 另外一些那些首富 那些草地皮的那些人 他们动不动赚了几个亿啊什么的 所以赚了一个亿再讲话吧 那些人哈 他们不管是当兵出生 或者什么样出生 或者奸商出生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非常聪明 但他懂得钻漏洞 懂得钻那个共产 共产主义社会下的漏洞 他就像那个什么老鼠啊 这些东西 蟑螂这些东西一样 他专门在那个缝隙里面 这样游走 然后发家自负 但是他是异常不是正常 正常的管理啊 一个有上了轨道的管理 是这样公开的 完全公开 就像刚刚讲的 提出问题是开会的时候 提出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解决问题 大家及时广义 发表他的解决之道 然后让这个时候 我们就什么样子考核 这个时候才考核一个人的智慧能力 那再来就是什么 最后解决 解决之后 通过之后 我们就要这样执行 原来的SOP是这样 但是因为其中有其中 已经发现有误 然后修正 修正之后 就是解决问题 然后大家都同意了 我们下面就要这样做 谁不这样做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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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违规 违规就要处分 凡此种种就是这样 Running change 不断的Running change 所以这就是这个子余至善 每天都要跟日心又心子余至善 这就是这个老乌管理协里面一个重点 那个我刚刚讲过的那个方式 免费赠送给各位 以上 吴宗诚跟各位分享 谢谢